好來關心天氣了 週蘇假期又有封面來找局 好本來看到今天北台灣特別留意雨勢 出門的時候記得要攜帶雨季 來看到地面天氣圖的部分 就看到今天隨著這一道封面 逐漸的通過這台灣北部海面影響 附近的風場吹的又是東北風 所以包括像是迎封面的北部東北部 天氣都是不穩定的 整天都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甚至雷雨 好未來幾天像下半週呢 還有這東北風南下的關係 所以秋意會更濃 好我們來看雨區預報 在今天受到封面影響之下 水氣蠻多的喔 好 今天主要是在清晨到上午地區 降雨的範圍比較明顯 落在上市呢 你看到在這一塊東北部北台灣 還有南部花東地區 容易會有局部短暫陣雨 至於北台灣要留意就是說 封面下帶來的雨淡來襲 包括上市呢 在下半天 北部東北部地區 甚至還有比較明顯色塊宜蘭花蓮這一帶 都要當心有局部大雨 還有雷震雨的發生 其他地區是比較偏多雨 午後要留意雷震雨 至於在山區還有近山區的品地 這些地方喔 也要留意一下 比較對流發展起來 就要注意這個瞬間的大雨 外出記得攜帶雨季 好 溫度方面 各地的高溫大約三十到三十四度 所以沒有下雨的時候 感覺上面還是會有一些悶熱 所以外出的時候 記得要多補充水分 至於下週日一呢 風場轉變成了這東北風 那麼一封面基隆北海岸東半部 容易有一些局部短暫陣雨 其他地區則是多雲到晴 好 下半週 接下來是週二到週五 接著環境風場轉為是偏南風 或是東南風的關係 所以各地降雨就會減少了 隨機比較少 但是迎風面 像是東南部地區 還有恆春半島一帶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陣雨 其他地區就是多雲到晴了 多留意一下天氣上的變化